我們現在來到南半球 差不多是一個人間天堂的地方 各位朋友 人民力量的節目跟大家見面 今天是一個很特殊和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現在和劉佑和一群朋友 在南半球澳洲雪梨的地方 雪梨的地方可以說是人間天堂 外面是南天白雲 我們現在是Peter 這間屋是他的 他剛剛裝修好 自己都還沒脫 就讓我和劉佑在這裡過夜 這個地方最特別的是 一個花灑 和一個花灑 或者兩個花灑 可以大家奸章慶慾不慈 就不是我和劉佑 今天這位全部是澳洲雪梨的朋友 今天負責組織和切代我們的 就是Kenny 可以讓Kenny介紹一下朋友給大家認識一下 我是Kenny 我是City的聯絡人 我可以介紹一下我左邊 Peter Joseph Hello 這位Francis Hello Willson 這位劉佑 不用說 這位Eric 全部都是人網的聽眾 我昨晚和他們吃飯 他們演了一個網聚 兩圍 三十人 我問他們 你們最多人聽哪些 最多人聽哪幾個節目 一說就是 只有兩個 只要看她 不是 那是蜂蜡蜡蜡仔 不是 不是 說笑話 當作人家 那是 人 力量 多人聽 所以今集的節目 希望可以將大家的Hit Raid 提升更多 所以這個整個旅程 我們已經分了香港了 未 不是 不是 是 下次再播 是啊 所以今天我們又去了 Sidney的市中心 這個 Darley Harbour 又去了 All Brown House 不是 有話說 劉佑今天成了打罐蠢 哇 應該不知道 很滿足 所以很豪氣 很有豪氣 有豪氣 但是今集的節目 其實都邀請很多澳洲的朋友 和大家見面 都希望 說說說 上次我們在多倫多 跟一群朋友一起談 他們都很關注香港 政治發展 和情況 澳洲這次就悶點了 在紐約和多倫多的朋友 這幾天就很旺 招呼這個 是郭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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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熱鬧 你還不是想我們 我們很熱情 招呼你 我們真的很熱情 昨天的網上有很多朋友 特別是 Vilsson Vilsson 昨天突然在網上 看到我們來了 立刻在Liverburg 這個三十多公里的地方 立刻駕車過來 有些掌聲 給我們 我們已經在吃炒飯了 對 對 對 很熱情 很支持我們的活動 今天這個節目 給大家盡情發揮 究竟對人民力量 對香港人網 有什麼期望 昨天阿蘇搞了一個遊戲 在嘴餐那裡 問了很多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 對我和劉翁有什麼期望 對人網有什麼不好的事情 叫他們說 怎麼知道 Peter一數就數了四大罪狀 Peter你先說 你昨天數人網四大罪狀 是哪四大罪狀 讓老蕭聽一下 第一 人網的時間 因為很多朋友 上班 想放鬆一下 很想聽人網 但是時間實在太短了 如果他將一個小時加 到兩個小時 或者將時間延長到 早上的三四點 三四點 即是做完夜凌晨出口節目 之後再做些節目 對 對 有很多人真的不想聽 對 第二 應該比TVB好 早上有早晨節目 但這個是大教場 開了 第三 大家都說說出口 其實我不介意 因為我只聽出口 我只聽出口 我只聽出口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節目 你可以說出口 其他可以自由發揮 或者 適果而止 第二 第四 我覺得 環電人網真的搞得這麼好 可以繼續做多些活動 希望更多老人家 或者年輕的小朋友 加入人網 我覺得這樣更加成功 即是要搞些兒童節目 搞些婦女節目 搞些婦女節目 搞些兒童不宜的節目 其實婦女節目 現在都有 譬如我們說的孩子 好媽 都開始有 CEO現在都想 我不說了CEO 不過 就是想再放闊更多的節目層面 即是早晨節目 早晨節目 又會變成論證節目 這一定是 但是 例如 CEO之前的說法就是 你如果做神祖節目 就不可以只做神祖那段 一定是做完神祖論證節目 起碼兩小時 之後再接多兩個小時 那些風麥快樂人 那些 或者小欣姐 那些 你就可以一連串 把整個庭眾層的結合 所以 那個想法裡面 就是除了神祖之外 要做多一檔節目 這個就要再編排 我們可以做一些美家時段 或者澳紐時段 特別有些澳紐朋友 回到香港 可以說一下澳紐問題 我這次來到 原來澳洲都有中文的議員的問題 究竟是簡體字還是橫體字 都成為一個很政治的業本議題 所以 如果陳耀藍博士回來香港也好 或者阿蘇 那些朋友回來香港也好 我們都可以在香港人網的節目 可以討論一下澳紐關注的問題 和生活的情況 大家都經常聽人網 你們是錄 聽多還是現場聽多 還是Line Line Line 如果Line 如果Line 是屬於錄低 但Line 聽多不多 因為始終澳洲 我差兩個小時 因為 例如 Miradio 更後見 但入網的節目 一開始 會一天只有8點才 才是10點 所以已經是10點 在澳洲的時間 可能會認 可以聽到第一段 可能是燒三個檔 但再晚一點 或者Miradio 我們那檔 10點至11點半 那檔 可以提前一點 所以可能 提前一點 要開門 為了澳佬的朋友 如果暑假 在澳洲 和香港 有三個鐘頭 不同 有時候 晚上 1點 聽你們 那就聽到3點 1、2點 1、2點 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可以提早一點 提早一點 或者再加策多一點 可以邀請人網 和朋友 上去你們 大家聊聊聊聊 在澳洲的朋友 可以說是 充分享受民主 自由 特別是投票的權利 我聽你們說 每年都可以投票 地區政府一年 跟著 省美洲政府一年 跟著 聯邦政府一年 即是 每年 隔著 隔著 10年都可以投票 是吧 你們不是很不空 還有 不投票 不給年 是要罰錢的 是強制性的 是 你們過去投票 支持哪個政黨多些 還是看他們當時的施政 還是看他們的政方 他沒有說哪個黨 你們有沒有參與 本來澳洲政黨的工作 政治活動 是關心香港的 關心香港的 我反而想知道 例如澳洲的政制 聯邦政府 省政府 還有市政府 市政府選舉 還有一個地方 例如Council 市政府 真的是Council 市政府 都已經當是Council 對 這裡是City 你選市長 市長 市長是怎樣產生的 都是選舉產生的 但是 透過你選Council 當時 最多Council 最多Council City 本來是Council 我所說的大City 就是大City 包括很多區 其中只應該是其中一個區 然後選到議員之後 整個大City 市長是否直選 是否由你們一票選 還是由議會互選 即使在市政府的層面上 都是用這個所謂議會制 只要在City的議會裏 拿到最多議席的最大黨 那個所謂的黨魁 或者市表的黨魁 就會自動成為市長 明白 你們感受到澳洲的民主制度 那看到香港 回歸之後 這十幾二十年都沒有改變 特首的選舉 仍然是City的選舉 立法會仍然是功能組別 你們 在香港來了 會不會覺得香港 現在這樣的情況 覺得是不能夠接受 和覺得很不自在 和覺得是 現時這樣的情況 是很奇怪的 Eric說一下 我覺得差了 你覺得香港當然是差了 甚至是替補機制的問題 你熟過很多香港人 替補機制 完全是違反基本法 是違反人權 人家可以選擇 現在是要夾迫 就這個議題 在澳洲的情況 如果有人出決 那是會怎樣的呢 是否就是會補選 補選 即是會自行補選 這裏是單紙值單票 基本上是 其他人說一下 對香港的民主發展 昨晚都很想說 你 我常常在香港 我特地回香港 你知道我們回來 知道我們來這個 都特地回來 特地回來 早我們兩個小時 到算了 你常常回香港 其實香港的人 特別那些保皇黨 常說香港的人 質素未夠 不可以是全面民主 其實你們都是香港人 其他人都是全面民主 你覺得過去香港很多評論 以香港人的水平 不足 所以不可以給全面的普選 對這個說法 你會不會覺得 作為香港人來說 很難接受 是啊 因為每個人有自己的自由 喜歡誰 就可以選這個 不可以說 民主 不足 他不理解 那些人 是啊 還有應該這樣 香港政府 中國政府 要向澳洲政府 說 華人那些不用給投票 因為他們 取平不足 應該這樣 但又不會 其實不應該移民來澳洲 取平不足 所以這件事 當然應該不出發 我覺得 如果你說人質素不足 是一個政府 他有責任教人 去認識這個 人的權利 民主 自由 這個精神 我覺得這個保世價值 不應該因為華人 就要沒有這個權利 西人就有這個權利 或者西人可以接受這個權利 會快些 華人就不適合這種制度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不是一個很理直的言論 其實是他的不足 多關不足 多關不足 就是政府的問題 證明有些民主在做 澳洲幾乎也會 你覺得是否真的 譬如政府官員 或者市議員 會聽到市民 如果他真的做得不好 或者他有什麼不足 你就去罵他 或者逼迫他 如果你不做的話 你下屆就不選擇 挑戰挑戰 這個精神 或者這個責犯 你能夠感受到嗎 一定的 因為始終他都會 顧及他自己的選票 如果他做得不好的話 他要下屆 他一定會被他踢走 不像香港這樣 霸佔的位置 他做得怎麼樣 你都沒有辦法 這個制度 這個制度的主要 就是他未必找到一個最有能力的人 但他起碼可以防止一個最沒有能力的人 在那裡霸佔的位置 我知道Kenny 你有時回到澳洲 或Shitney的一些問題 情況 你感覺到有意見 你都寫給一些政府官員 是嗎 政府官員對你的回應 你跟香港政府的官員 要給你一起來處理的問題 你覺得有什麼不同 他會很快回覆你 說收到你的回覆 收到你的問題 然後他意見 他會很快回覆你 你感到你的問題 你給他的問題 他很重視你 起碼給你感覺 香港政府也會回覆你的 但他只是回覆你 他只是回覆你 你卻會被特首辦 他就說我必須回覆你 他就說收到你的上限 就轉介了給其他政府部門處理 香港很奇怪的 任何人寫上給特首投訴 會否給一個部門的問題 那是Anonage Anonage一回事 他就說你的問題收到了 我已經將你的問題轉介給某一個部門 譬如香港很多人對某個部門不滿意 打算他們老頂投訴 找一個人不滿意這個部門 寫給他們老頂 但香港很荒謬 你投訴他 那個特首發就會把你的問題轉介給某個部門 你的制度應該是否我是特首 有人投訴你 當然是我的特首 就說收到你的投訴發我會處理 然後我就叫你 有人投訴你 你快點回答 回答給我看 我看完之後覺得對不對 我要回覆人 應該這樣 他不是的 他不是的 最後回覆人的那個 就是那個部門 而那個不回覆人 隨時可以不回覆人 也會有 所以是一個極為荒謬的制度 但是Kenny 你自己都寫過信給這個 政府的高層 我直接寫給總理一封信 就是關於那個時候有傳話 曾慶龍的兒子買了一些很貴的物業 我是覺得政府政府需要調查這些資金的來源 是否清白 就是說要乾淨的資金 澳洲是歡迎投資 但是我希望政府要清楚這個投資的來源 這個正當途徑 他也很快回覆我 他說要去議員 隔了幾個月之後 政府公佈了 改了一些投資 在做買物的人 即是外來 不是這裡的人 外來的人投資的要求 他有做了一個 但我不清楚是不是 因為我這個公佈也未必是 但起碼他有回覆到我 他有研究過這個問題 所以這裡做公民 真是多有地位 很有地位 如果在香港 內地的資金 來香港做到哪個 投資自己 投資自己 在澳洲的華人圈子 在座各位當然有聽人網 會很清楚 香港的情況 對於其他華人圈子 香港人圈子 對於香港事務的熟識 你覺得夠不夠 關心程度是如何 對於在座人網 不應該再說 在座一定是關心的 但是 香港人在士尼也很多 或者澳洲 會不會有很多 已經很容易澳洲的生活 或者其實有很多 關心香港 不過其實是關心 關心不足 你也覺得是關心不足 對 但有些人說 我在澳洲 為什麼要關心香港 那不是 民視家 關心不足 你覺得美加那邊 是關心不足 澳洲的人比較懶 你這個環境 這麼好 豬好吃 他們從澳洲來到澳洲 都不跟你說 香港的話 我想來講 就是地產的霸權 有一件事 趁著大革命 我也想表達我的意思 就是 我在世界各地 都去過 居住 都去過 我覺得香港政府 對地產的霸權 容忍 是相當醜陋的 很明顯 我去到全世界很多地方 你去同樂環 或在旺角行 你有一層樓 那你一層樓 向外延伸 45呎都是你的領空 世界復活的政府 是有這樣的 可以給你一個 你有一層樓在波子庫街 為什麼你的招牌 整條馬路都可以佔 如果我去到外延伸 又沒有人理會你 那你有沒有引分很多問題 究竟那個領空 是去到哪裏 為什麼 我去到那裏 我去到那裏 就不行 你去到那招牌 就行 如果招牌 又可以不懂得 但如果我去到那裏 如果是滴水的話 你去到那裏 可能被人投訴 是不是 為什麼會有這麼傾然的現象 為什麼它不會花多少錢 如果它佔據了領域的空間 那裏就可以比賽 那裏又不用比賽 那裏又不用比賽 你租金 為什麼可以不用比賽 那裏又引伸另一個問題 就是保險的問題 是 那鋪頭做完那個招牌之後 他殺死了 那個招牌 那個60呎的招牌 60x15呎的招牌 沒有人理會 他走了 他可能會掉下來 他可能會掉下來 BN政府又要去拆 拆完又沒有人理會 這幾年就有少少改善 以前好像你這樣說 都沒有管的 最近這幾年開始 就要申請 你要任何這些招牌 一定要登記申請 還有要有一個工程的規限 你去做 但仍然好像你這樣說 就不用付租 不用付債 總統的規限 例如說 你要買一個萬金 你建立一個分 那你 放了錢 放了錢 如果你不執行 那樣東西的話 你沒有Firmability 足夠Firmability 每一個招牌 一定有五千萬的 Firmability 你沒有的話 就不能做 Thank you very much 那就沒有一件事 第二就是 你走了之後 你怎麼確保 你把他拆下來 如果你沒有人 把他拆下來 他最新已經有登記制度 登記制度 你的登記人的程度上 要負責 如果你講開地產霸權 招牌的就是所述 香港很荒謬的現象 就是 你買一棵菜 握秤 刑事 現在所有街市 都有公秤 但你這種縮水樓 發水樓 完全沒有法律 完全沒有法律 沒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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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法律 那個法律 沒有法律 任何東西 就算你那個樓宇買賣文件 你買樓 我決定去買 我才簽那份的買賣文件 這個都說了很多次 香港的樓宇買賣文件 就沒有說明那層樓 譬如是赤數 那這個就是 全世界都沒有 還是香港的樓宇 是的 沒有法律 只是說 你在買賣文件中 要說你的 Useable Area 已經說了差不多20年 但地產建設商會 都沒有提出 你一定要說你的實用面積 他們說我不說實用面積 我只能說賣樓面積 所以這個地產霸權 不過我剛才說 沒有理由的 你一定要反應 沒有可能的 那怎麼可能 你在波士公街 那層樓宇只有30呎 如果你說香港 如果你說香港這些 奇怪和荒謬的現象 數之不盡 來到這個雪梨這麼好的地方 我們看到你們的空間也好 你看看Peter這間屋那個 這個花園 回到香港你們 真的覺得 真是白鴿龍 但你們都經常回去 會看到你們很多 南天白環這麼好的地方 有這麼自由 有這麼民主 甚麼令你們仍然覺得 這麼關注香港 其實始終還有些感情 因為有些親戚或者朋友 還在香港生活 我們移民的時候 不是很小 我們都很30、40歲才移民過來 變成感情 還有在香港 所以我們還會關心香港的政治 和善事 我們都會經過人網 得到最新、最快的資訊 其他朋友 甚麼令你 連現功 關注香港和共產業 那就是香港 那就是世界四大的stop market 都要看著銷行 因為那是資金的 是不是 因為你自己還說話 在香港那裡 去買金賞 買金賞 跟香港也有很多接觸 但這些新車平台在那裡 但這裏對公共會應該等他們過來 有些人不喜歡 覺得香港是小但很方便 你不懂駕車或者講英文已經打了折扣 現在很多地方 例如你去到加拿大多倫多 說不用講英文 有些人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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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去大公司也要這樣 如果你去巴黎哈巴已經怪過 很多時候是廣東話都可以 這樣都說你自己 但去吃東西 我隔壁的地方 以前是國語人多 但現在又開始靠平 那些又不是香港 我相信是廣州懂得講廣東話的 所以又聽到廣東話多 大家聽到在雪梨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說廣東話 至於雪梨這個地方是甚麼好事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 再和大家聊聊 再介紹大家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休息一會 謝謝大家 好 好